5、4、3、2、1 九十年代初紐約羊姬隊簽下了四個年輕新秀 他們一起在小聯盟奮鬥 並且在同一年升上大聯盟 在15年內幫羊姬奪下了五座冠軍 他們都是隊上的核心成員 被稱為羊姬四核心 分別是先發投手Andy Pettit 補手Horé Posada 游擊手Derek Jeter以及終結者Mariano Rivera 身為棒球迷一定知道他們的豐功偉業 但是有些關於他們的冷知識 可就不是每個人都知道的了 What's up 大家好 這是一瓶福特加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關於羊姬四核心 你可能不知道的7個冷知識吧 第七名 Andy Pettit 的五成勝率 派帥Andy Pettit 這位羊姬對死三陣王 也是大聯盟繼托賽聖頭王 大家可能知道他在大聯盟還有一項了不起的紀錄 生涯18季沒有一年的勝率低於5成 是大聯盟唯一一個投超過15季 還能保持每年5成勝率的投手 但是你知道 他在生涯最後一季差點就破功了嗎? 時間來到2013年賽季的最後一周 在幾天前宣布這季投完就退休的派帥 當時的戰績是10勝11敗 換句話說Pettit只剩下一次先發的機會可以保持5成勝率 這場比賽他不能輸也不能無關勝敗 只能投超過5局讓球隊處於領先地位 面對的對手是他生涯唯一效力過的另一支球隊 休斯頓太空人 他投了一場完投勝 沒錯 整場比賽都是他投的 而且這可不是什麼退休派對 為了讓他完美退場而讓他完投 也不是什麼大比分差的比數 是2比1只差1分顯勝 雖然當時兩隊都已經無緣季後賽 但是9局下半已經投超過110球的派帥 在兩出局時讓一名打者站上一壘 總教練甚至有考慮要換投手 顯然兩隊都還是努力在求勝 最後Pettit漂亮的完投9局 完成他的職業生涯 話說他上一次完投已經要回溯到2006年了 第6名 Mariello Rivera Raymond並不想當睡魔 一名選手的出場音樂可能比你我想的都還要重要 因為出場音樂就代表選手本身 我們在電視機前看球可能比較沒有感覺 但是在現場的氛圍之下 在緊張刺激的局面突然聽到某某人的出場音樂 將比賽帶入最高潮 聖地牙哥教室的守護神Trevor Huffman 使用了出場音樂Hell Spell 地獄終身 當音樂響起 就代表Huffman即將出場守護勝利 也等同於為對手敲響喪鐘 Huffman因此獲得一個響當當的綽號 地獄喪鐘 同理茂身為史上最強守護神 他的出場音樂Enter Sandman 睡魔降臨 意味著Rivera的出場將讓達者陷入沉睡之中結束比賽 也讓他贏得了睡魔的美麗 但是你知道 Mo原本並不想當睡魔嗎? 當初在挑選出場音樂時 除了睡魔降臨之外 Rivera還挑選了另外兩首 第一首是Welcome to the Jungle 歡迎來到叢林 這樣Mo的綽號不就變成森林王子? 第二首是Paradise City 天堂城市 這首歌是想說Rivera的出場會變成打者的天堂嗎? 這也太不吉利了吧 開玩笑的 總之很慶幸Rivera最後挑選了睡魔降臨 這首歌在Mo的職業生涯很有代表性 還不知道關於我介紹Rivera提到的第三件事情是什麼的朋友 你現在知道了吧 那如果還沒看過我介紹Rivera的人 你還在這裡幹嘛? 趕快先過去看啊 第五名 陽姬四核心有三個內野手 陽姬對此最強的遊擊手Derek Jeter就不用說了 在我的介紹中也提過 Mariano Rivera還在巴拿馬時是一名遊擊手 但是你知道陽姬當家鐵捕 Jorge Posada也是內野手起家的嗎? Posada高中的時候是對上的遊擊手 在大學打出亮眼成績之後被陽姬選中 在EA是擔任二雷手 雖然打擊成績不錯 但是球團發現他的移動速度實在太慢了 不適合當內野手 Posada這台轉成全職的補手 有趣的是在他生涯的最後一個賽季 在一場毫無懸念的比賽中 教練決定讓他客串二雷手 也算是完成了他的一個心願 不過...看他這球傳的 看來當初陽姬是做了一個正確的決定啦 第四名 Derek Jeter小時候的神預測 當你高中的時候被問到 10年後你會從事什麼工作的時候 你可能會說你是噴射機駕駛員 也可能說你是總統 甚至說你是地球防衛軍的隊長 但是你知道Derek Jeter說了什麼嗎? 他說10年後他將是陽姬隊的遊擊手 你沒聽錯 在高中市 明星球員的Jeter不單單只是預測了自己會成為職棒球員 還預測了自己會守什麼位置 畢竟我們剛剛也才看到幾位內野手上大聯盟已經轉換跑道的球員 想要一直守自己當初守的位置 並不是說說就一定能夠實現的 更何況他還預測了自己會是陽姬的一員 雖然可能只是因為他是陽姬的球迷 但是就算只是運氣也好 能夠完整的實現自己當初的預測還是一件相當神奇的事情 第三名 Andy Pettit是蝴蝶球投手 蝴蝶球是一種特殊的變化球 他的軌跡會像蝴蝶飛舞一樣有輕微的上下左右飄動 因此被稱為蝴蝶球 Pettit的球種在大聯盟都是頂尖的 但是你知道他曾經是蝴蝶球投手嗎? 蝴蝶球可是一直跟著他走過學生時期 進入陽姬體系之後的第一年 在EA和剛轉成補手的Porsada搭檔的時候 派帥投出一顆蝴蝶球 Porsada看到球來了驚慌失措 要知道蝴蝶球不是每個捕手都會接的 大聯盟的蝴蝶球投手幾乎都會有一名專用捕手 這顆蝴蝶球正中Porsada的腳 Porsada憤怒的走向Pettit說 你要是再投這種球 人家就再也不跟你搭檔了 派帥之後放棄蝴蝶球 苦心增強其他球種 成就他的傳奇生涯 他和Porsada最後也搭檔了十幾個球技 第二名 Mariano Rivera差點離開陽姬 當Mo的傳奇終界者生涯展開之前 他曾經有三次差點離開陽姬 其中最出名的一次是陽姬因為他已經25歲 球數還不到90Mi 而且之前手肘有受傷紀錄 陽姬差點把他交易到老虎 還有一次正式發生在Rivera受傷的那一年 1992年Rivera因為手肘受傷整季報銷 這年剛好碰上兩隻新球隊創立 佛羅里達馬鈴魚跟科羅拉多洛基 為了讓這兩隻球隊在隔年可以出賽 聯盟舉行了擴張選秀 從其他球隊挑選球員 每隻球隊可以保護幾名球員不被挑走 而Mo並不在陽姬的保護名單當中 想想如果Rivera是在馬鈴魚或洛基 成為史上最強終結者的話 陽姬將會淪為多大的笑柄 第一名 Gitter曾經是不能被信任的遊擊手 在1995年陽姬四核心都成功登陸大聯盟之後 Gitter的表現其實是非常普通的 但是作為大聯盟的前十大新秀 Gitter的第一個完整球技 還是非常讓人期待的 但是問題在於陽姬完全不放心 讓一個新秀擔任開幕戰的先發遊擊手 畢竟陽姬上一次讓一個新秀 當開幕戰先發遊擊手 已經是三十幾年前的事情了 因此陽姬想到了一個解決辦法 跟前一年將他們打敗的水手 交易來他們的遊擊手Felix Vermin 而水手正好缺一個後援投手 所以你們知道陽姬打算用誰來換嗎? 給你們三秒鐘 這應該很好猜吧 就是Mariano Rivera Mo前一年剛證明他與其當先發 更適合當後援 但是這時Gitter和Rivera的實力 都還沒完全發揮出來 球隊差點因為一時的眼花 而毀掉陽姬的王朝 Gitter在那年完全證明自己 是一個開發完全的新秀 以3x14打擊率外加十字拳雷打 78分打點跑回104分 拿到每年新人王 而Mo也在這年擔任布局投手 投出賽陽等級的球技 反觀那位水手的遊擊手 Felix Vermin 那年一開幕戰 才過一個多禮拜就被釋出 結果陽姬直接把他牽下來 每位陽姬出賽任何一場又被釋出 結果這年結束之後 就再也沒有回到大聯盟的球場上了 如果當初這場交易成真了 恐怕會變成史上最大的一則笑話了吧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 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這七件事情你都知道的話 代表你是正統的陽姬迷囉 要不然就是我找的冷知識都還不夠冷 呵呵 影片看完之後不要忘記 Like and Subscribe 再敲一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最後再到粉絲專頁按個讚 有任何消息都可以在第一時間知道囉 如果有想要補充的 或是還有什麼有趣的冷知識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喔 順便告訴我你們想看的Top7 那我們就下一部Top7見囉 See ya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